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说 从为是没有路的路到定在心 这两年对我来说是一段很美很享受的旅程 虽然还是有很多不懂 但我也没有想要懂 因为懂又落入了分析比较计划期待又会是限制 所以从一开始我就带着让事情自然发生的心情参加共修 我只想放松 每次一戴上耳机 意识就很自然地进入放松的状态 也感觉到深深的爱 现在每当在生活里感到窝囊 萎缩 难受时 就会做一些身体的练习 再得于家或是从生活习惯中做一些新的小改变 而每天呼吸 饮食 结构调整 开始自然地简化身边的人事物 渐渐地没有理由就感觉到快乐的片刻越来越多 脑袋空挡的时刻也越来越多 今年参加共修时 最常浮现的感觉和画面就是感谢 非常感谢 谢谢博士和团队 感谢陪伴 感谢提点 那另外一位他也提到说 生活虽然是一样 生活依旧 或坐或立或动或静 却充满了感动与惊喜 我想他们两位其实都反映了 就是说这一次定在心共修 就是做 不要说做 就是在在的瑜伽带给大家一个 就是从理论然后到一个活出来的一个变化 那关于这个在的瑜伽 博士能不能再多说一些 那因为毕竟我们还是有一些朋友 他晚到或者是他接触的没有很完整 能不能请博士再为大家多打开一些呢 首先要感谢我们这两位朋友 当然也要感谢你啊 孟宇把这两位朋友的瑜伽带出来 他们的表达其实反映啊 我们收到过几十 甚至几百个大家的瑜伽 也都是非常直接 都用个人的瑜伽转出来 在讲的可以说是 是相似的 也就是说 这位两位朋友啊 表达得非常好 也在表达 已经体会到什么叫做生命的瑜 而是生命流 生命的瑜 flow flow of life 带着你我走下去 是点倒过来的 是生命带着我们走下去 领导我们 在借用我们的生命 而活出他自己 其实你们两位表达的 就寒的 寒的这个意义在里面 它非常好啊 非常好 那这几十天 对不对 我们也是不断地在提醒 不讲究理论 理论基础啊 逻辑啊 建立一个资讯的 完整的基础啊 从我的看法是过去的 这十几年呢 从真云一 一路走到现在啊 围市啊 时间的陷阱啊 无事生非 转捩点啊 必要的创生等等啊 我想都是在准备你 给你一个头当的基础 完整 有稳定的基础 我当然是希望如此 让你啊 可以接收 我们这几年的这种共修 而这前两年 还是在 从我的角度在硬塞啊 好多各式各样的方法 方式 教你怎么静坐 让你怎么 在情绪层面 踩一个刹车 在思考的层面 踩一个刹车 做一个彻底的回转 那回转到哪里呢 回转到自己啊 回转到一个中立性啊 也就是我们的所讲的中道 臣服中道的方法 再加上禅 不断地强化这两个 这两个层面 也就好不容易啊 走到今年夏天 我们一起啊 一起来做这个 定在心 前面是 回事 接下来 没有路的路 或是没有回头路的路 今年是定在心 让我们彻底的 面对一个新的世界 取得一个新的正常 然后再真正的活出 一个新的开始 我相信你们两位 表达的都含的 含的这个 我所期待 就是说 想看到的一些 可以说 有时在讲什么 在讲footprint 脚印 你还记得一些印象 就是生命啊 流 通过你们 你们不断地进化 不断地把自己变成空 挖空 变成空的容器 而生命流 扫描过去 会留下一些印象 一些脚印 一些手印 而这些脚印 就是你们所表达的 一些很 微妙 微细的 一些体会 而最多只是这样子 就像你讲的 接下来也就不需要再去追究啊 体会什么 懂了什么 看到了什么 感恩 感恩什么 对不对 就自然让这个 这个本质 我们的本质 其实就是友善 感恩 爱 平安 平静 欢喜 让它浮出来 而这种浮出来的过程 没有带来情绪 它不是激动的 它是很温和的 好像有 好像没有 但是我们 心里是宁静的 这种感受 让它浮出来 最多只是这样子啊 那第二位朋友 也是这么说 对不对 充满的 现在知道 珍惜 珍惜 生命 可以 对生命有 可以说是认同 有感恩 一个人 随时在珍惜 珍惜每个瞬间 才会怎样 才会 就像你讲的 才会清醒 你假如随时 对这个瞬间 不认同 带来一个阻碍 其实你也清醒不来的 你可以self aware 变成自我清醒 因为你清醒 对周边 对一切 其实是在对自己 在清醒 因为这个周边 一切 其实是离不开 你真正的自己 所以这是一种 自我清醒 你一个人感恩 珍惜 才会活出 这种自我清醒 完全self aware 清醒起来 是醒过来 一个人真正感恩 才会 才会忏悔 才会自然知道 过去啊 有许多的态度啊 讲话 动作啊 可能造出给别人 相当多烦恼 痛苦啊 伤到 而我们过去 根本连 这种 机会 反省的 可能都没有 那现在 不一样了 对不对 现在你发现 每一个动作 甚至你不 没有行动 没有话 没有动作 有一个念头 心里有个意念 有个动机 以前可能都 都看得很清楚 都知道 它本身 它是带给你 一连串的 一连串的 业力啊 因果的这种 可以说是 连锁 一个 Chain Reaction 它有相当大的 一个后果 嗯 一连串的反应 或是反弹 也是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我们过去 随时在里面打转 这是我们选择 感恩 选择接收 接待 肯定 选择 珍惜 选择 清醒 来 面对 一切 也就这样子啊 这样就很好啊 啊 那接下来 最多只是这样子 我只能恭喜你们呢 希望你们 不要碰到生活上的 一些考验 一些困难点 一些危机啊 一些不顺的 嗯 突然又 回转了 又退了几步 那就是退了几步 不得已啊 对不对 面对事情啊 烦恼的事情哦 其实 坦白讲 也无所谓嘛 也没有关系啊 知道了 你还是可以用 我们在讲的 中立性啊 中道的方法 接收自己啊 还没办法 维持 这种不动的状态 维持这种包容的状态 那接收 接收自己 还没有做到啊 这样就好了 只要你可以接收 他本身这个接收的动作 他就是一个回转 回转到真正的自己 回转到大我的门户 倒不是去分析哦 去分析我们这里许多 过去的一些情绪的 高低的这种变化 浮动啊 每一句话 每一个念头 有什么用意啊 有什么意义啊 嗯 他对很多我们人间啊 所带来的一些 所带来的一些 一些典范 一些paradon 一些看法 一些观念 一些期待 我们其实好像跟我们已经 不相关了 我们换了一个壳子 也因为如此啊 就是一个人是不断的 在做练习 不断的在做一个回转 回转到真正的自己 我才会不断的说 我们这里啊 所想转达出来的 也就是未来的佛 弥勒佛 跟基督的大法门 妙圣之 noble vision 一种又妙又神奇的 一种智慧法门 妙圣之大法门 它倒不是 是一种自我啊 很多在国外 在灵性啊 或者有self help 自我有什么 帮助的一些探讨啊 一些追求啊 一些法门啊 倒不是这样子 这些从我的看法 你永远做不完的 因为你这个小我 本身 你记得上礼拜还在谈 本身是虚的 那你在这上面 花一大多时间 再去修正过去的心情啊 有什么受伤啊 谁伤害你啊 你是多委屈啊 同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受害者啊 其实根本我认为就是做不完的 所以我才会讲说 这时候一个人要取得 取得什么 取得真实 变成一个很老实 很踏实的一个人 来面对生命 面对自己 这种态度还比较重要 这种决心 这种坚定心 我说是远远更重要 也就是这样子哦 一个人自然就会想做再度于家 那再度于家就像我前面所讲的这些话 他的根据是什么 他的根据其实就是真实哦 也就是知道我们这一生 我们所看的身心 其实他只是在我们整体 很小很小的不到兆分之一的一小部分 而我们所讲的生命 可以讲说是fragmented 就是分小部分的 是分开的 是分碎的 随时给我们有个印象就是 隔阂 隔阂 separation 我啊 跟你啊 跟整体啊 跟样样 跟个东西 一件事情是分开的 就是这种分离的 这种作用 是随时在浮出来 我们才有这个世界 所以这几十天 我们所强调的定在心 即使定在心就是 随时回转到自己 中道也是这样子 而这种自己 真正的自己 就像前面上礼拜讲 他没有 他不允许有对等 有这个相反啊 对照啊 可以跟他做一个区隔 他是站在一个绝对的角度 但是我们绝对 我们从小我挂不过去 所以最多 只是回到这个意识的根源 我们呢 这个相对意识的根源 做到这样就好了 那同时啊 这承认我们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身心 一个单一的身心的层面 其实我们是多少 多少体 组合的 多少维系的体 维系跟粗糙的体 subtle跟growth body 维系又粗糙的体 组合呢 比如说 感受啊 感受就是一个体啊 你说他维系 是很维系啊 但有时候也是非常粗糙啊 要不然不会变成感情的疤 留下来疤 留下来的障碍 对不对 那我们思考啊 思考也是个体啊 也是一个维系啊 也可以 有时候也可以算是很粗糙的 很重的 密度很重的体啊 同时是密度低 因为我们平常看不到 我们这个肉体看不到 对不对 这个思考的体 念头的体 但是他又给我们带来种种的阻碍 所以也可以讲两方面都有 那心啊 我们灵性啊 我们讲气啊 甚至连呼吸啊 呼吸也可以当这个体啊 所以我们其实是数不完的体 来组合的 而我会用这个体啊 来表达 因为他跟我们这个肉体 其实有一样的代表性 你看啊 我们不是说这个肉体吗 身心不存在 根本就连小我都不存在 上礼拜还花好多时间 在谈这方面 那一样的 这些维系 出造的体 其实也不存在啊 那为什么 用体 这句话来 来把它标签起来 其实 跟我们上个礼拜 讲的一样的 它最多只是个作用 全部这些 思考啊 想啊 感受 都是最多只是作用 但是 我们认为 从我们的角度 这些作用 可以说是很抽象的 沾到我们肉体的层面来比较 它是沾到一个 更维系的层面 那我会用这个体 来表达 这body 是体啊 或是entity 体的这个 这个字来表达 也就是想强调 其实 我们认为这个肉体 是很坚固的 固态 可以碰到 摸到 其实它本身也是个幻想 是透过我们五个感官 透过资讯 不断的资讯流 data flow data point 资讯点 组合的 那这么说 这个体 身体的这个体 跟我们在讲 感受体啊 气体啊 思考体啊 呼吸体啊 有什么不一样 其实都完全一样的 是同一个stuff 同一个意识的stuff 意识的东西组合的 这个可能我们过去也很难可以体会 所以我这样子把它串在一起 把他们当作有同一个地位 这样子带出来 我就是想刺激你 刺激我们的思考的逻辑 来面对这个问题 那就像我在这几十天共修 在谈 我们连感受 其实有几百个不同的感受 我们真正的知道的感受 才不到几个嘛 对不对 不是愤怒 就是我们也可以讲爱啊 高兴啊 同时都是萎缩 嫉妒啊 恐惧啊 没有安全感啊 失衡的一些感受 焦虑啊 全部都是这些 主要的感受为主 其实我们感受是很丰富的 只是我们平常不知道 也没有看到它的根源是什么 所以啊 我们在的瑜伽 是承认 首先 我们是有这个生命 它本身是多层面组合的 我们是multi dimensional 而且我们是许多体 这些体 其实前面我讲也是 等于是作用 但是我们这里当作体 是许多体 有些是比较维系 有些比较粗糙 有些比较轻 有些比较重 密度啊 轻重 组合的 而全部这些体 其实占到整体 最多只是给我们 带来一种局限 局部 或是可以说是萎缩 这样子组合呢 这些体 不管是什么体 只要你让它放松哦 你让它完全放下 它自然就会什么 它就会膨胀 因为它不想跟这个体啊 身体啊 很凝固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角落啊 一个小小的一个局部啊 一个在限制啊 在这个体 它不想跟它产生关系 其实它想分开的 它想解脱的 它不想受到限制 它本身的 它的根本的状态 其实是自由的 它是膨胀的 那 这样子说 我们啊 可不可以体会到 这个膨胀的状态 自由的状态 而我们 是否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我们一个解脱的工具 我们一个醒觉的工具 那你自然 你去追求这下去啊 你就会发现 一个人只要放松 不是光肉体放松哦 你这肉体放不松 放不过 其实是用头脑感受 种种的其他的体 气体啊 呼吸体 你才可以放松这个肉体哦 又是颠倒的 假如你懂得放松 你的意识 你的相对的意识 会跟着这些 这些settle body 这些很维系的体啊 一起膨胀 那这样子的话 你就在更深的层面 肉体内啊 肉体下 更深的层面 你会体会到什么是解脱 是从感受的层面 从气体的层面 从呼吸啊 等啊 全部都是解脱 那你这样子啊 能量 假如你打开膨胀 你可以就很轻松的 交换什么 交换能量 跟周边 跟宇宙 跟自己啊 跟每一个角落 造出一个交换 其实这种交换能量 你可能也都知道 这本身就是丰盛了 对不对 一个人懂得给 你记得前面还会讲 Dana Paramita 布什的波罗蜜 给啊 一个人没有条件的给啊 他才会可以收 但是你给的这过程 你不要去考虑 回收 或是收 回馈 不要把当这个投资的观念 给 为给 没有其他的目的 只有这样子 一种能量 给 他才会有交流 你才会突然活出 丰盛 活出奇迹 你看啊 我今天啊 用这种方式 来介绍 我们的 再度瑜伽 不晓得你 跟我这样子 走到这里啊 也经过这几十天 去年的这个练习 应该我认为 会领悟到很深 所以啊 接下来 那怎么做呢 怎么做 就是用我们现有人间的 人生的 我们这个在生活上的 一些工具 我们这个肉体 可以提供的一些工具 我们这个小我 我们的ego 可以提供的一些工具 你晓得最多是什么 讲来讲去 不是又回到这五个感官吗 回到这个念头啊 再加上念头 就六个感官好了 假如你要在家 感受就七个感官好了 就是这样子啊 所以我们用五个感官 再加上一般是观想嘛 观想 其实这观想 它不是光是用眼睛的看 也可以用耳朵 就是用集中 注意观想的意思 我们这里所用的 是把这个注意 集中在某一个 某一个观念上 某一个部分 某一个平台 到某一个频率 这样子 这种观想 但是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切入点 那这个切入点 就可以用这五个感官了 所以啊 你看我很喜欢用 观想啊 用眼睛去观 从观 观到一个东西 慢慢让它打开 让这个观想的意思 让它打开 打开到哪里呢 打开到无限大 你一把用看的 慢慢把它放大放松 它自然就会膨胀啊 那你说听 会不会这样子 闻 嘴巴这个啊 可以觉察味道的 感触啊 感触 皮肤感触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 同时我们过去 从来没有想到 把它当作一个工具 把它当作一个膨胀的 意识膨胀 或解脱的工具 这次我们几十天都用上了 对不对 这是一个层面 借用这个 五个感官打开 那另外一个层面 就是我们身体啊 有累积相当多节 像一般我们在思考啊 用脑啊 其实都是用眼睛非常多 尤其这几百年啊 几十年 我们眼睛用的这个 它有点不成比例的 变得重要 对我们关键 其实我们全部发达 科技啊 全部都是靠眼睛 那这眼睛 它在眼睛后面 在我们的天眼啊 后面啊 它累积相当多压力 相当多的节 相当多的这个瓶颈 那怎么去用 用什么技巧的方式 把它 这些节打开 一样的 在我们的胸腔啊 我们很多感受啊 感情啊 感情的节啊 同时疤啊 都是在这个胸腔 在我们会认为不舒服 也是一样的 用什么方法 把它打开 这个膨胀一打开 感受一打开 自然我们就体会到什么 体会到爱 体会到大爱 是一种宇宙的爱 它是没有条件的爱 根本没办法受到制约的 这种慈悲 慈悲心就发出来了 那一样的 前面我们在念头上 在我们的烦恼啊 在眼睛后面 这样子打开啊 一个人也就自然 突然 活出来什么 活出来美 就看的样样都是美 样样都珍惜 以前看的样样都是缺点 而现在 不知不觉 对你啊 我啊 样样都是美 都是完美 完整 你看这个 有没有意思 就是一个 一个视角 一个perspective 看的角度 角色 看的这个位置 平台啊 你看的这个点 参考的点 改变了 你突然从 小我的 不管哪个角落 身体哪个角落 你突然看的点 你的参考的点 落在整体 是透过整体 在看一个部位 那你说 样样是不是完美 或是连这个完美 不完美 这种区隔 已经都完全不make sense 完全对你过去 你还会去区隔 你现在啊 完全你根本也 也都 都无所谓 那你以前呢 这个可能会在意 好多好多这个 对不对 可能我这样一句话 讲的不完美啊 一句话不标准啊 尤其我的中文 口音很重啊 对不对 你听不懂啊 听不清楚啊 都会给你 带来反弹 或是 你要哪些地方 认为没有catch到 没有了解 要做一些笔记啊 要很认真啊 最长好像样样都不完整 你需要用什么方法来完整 或是反过来 我们这里还有朋友会劝我 应该用英文呢 去写这方面的论文呢 这些观念表达 这样子可以跟更多人分享啊 嗯 好像从某一个层面 还缺少了这一块 对不对 这种分享对我 可以弥补什么 可以完成什么 那一个人在这种状况 他享受都来不及了 欢喜都来不及了 跟整个生命共浓 结合都来不及了 你说他还会想再动笔 想再去 跟更多人分享 或是有什么目的 根本这些 有点不相关吧 对不对 根本不相关啊 所以你这样子不知不觉 就发现过去 样样我们看到的生命 都是不完整 是少了什么 现在突然 认为完整了 那一个人完整 才可以快乐起来哦 那我们再进一步啊 把全身用光啊 用气流啊 用呼吸啊 把它从中脉打通啊 扩散 扩散整个身体啊 扩散到整个宇宙 那自然你会 体会到什么 体会到光 体会到真实的光 真实的爱 而这比较经不是理论 这个光 其实比这太阳的光 还亮 这是一种好像灵 跟物质中间的沟通 它用什么方法沟通 也就是用真实 真实它总是 还是会留一个脚印嘛 这脚印 其实就是光 光 你也可以讲是爱 开悟 不是就是光吗 开悟 enlightment 你看都是喜欢用光 light 光 所以这些话 就不是理论哦 拿身体就慢慢这样子打开 把整个 让光 把自己 空掉 不断的空掉 那这个 在旅家也包括我们习气的转变呢 一个人 随时从早起来 还没到洗手间 在卧室啊 刚睁开眼睛啊 你记得我们几十天 我在提醒 不要急的 醒过来 在那个撒纳 刚 醒过来 好像半醒 没有醒 刚醒过来 那时候还不清楚的时候 停留 在那个状态 深深的体会到 那个状态 而体会什么 接下来就不要去分析了 轻轻松松的 就 乖了 知啊 体会啊 体会什么 体会不重要啊 不需要再往下游 去追查 去追求 人那种 不定型的 还没有状态 但是你已经有一个知 不是知道什么 知 就醒 醒过来的 那个 这种状态 其实这也是我们 在的瑜伽 好重要的部分 然后接下来 到卧室 怎么自己去打扮啊 清理自己啊 卫生啊 怎么去准备啊 上学 上班啊 怎么去 面对早餐 跟别人互动的习惯 对 镜子啊 看到眼前的人 你有什么态度啊 有什么 全部点点滴滴的 都在做变更 都在 建立一个新的回路 其实 这是我们在的瑜伽 很重要的 可以说是 重要变成 再重要 是基础的一个 一个练习 而 你在这过程 是很愉快的做 你还记得吗 Because You can Not because you have to 你做 你改变 因为你可以改 不是因为 你需要改 不是我这里在讲 或是你听到谁讲 你好像必须要 要改 同时哦 你也发现 Life does not have to be anything 生命 嗯 倒不需要 非得怎样 不可 样样都好啊 那你还有 什么期待 而你同时 可以 照得镜子 说 I have nothing 我什么都没有啊 那 对未来 I need nothing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什么都不期待啊 然后 对现在 我 什么都不需要 I am nothing 过去 我 I have nothing 我什么都 都没有啊 我的名誉啊 我的成就啊 其实这些 最多只是个记忆啊 那这过去 全部是记忆啊 所以 一累积了 nothing 什么都没有啊 认为累积什么 名誉啊 或是有什么成就 还是小我 所以 在提醒自己 I have nothing 那对 未来 未来 我什么都不需要啊 我什么都不用期待啊 I need nothing 一个人才可以 很老老实实的 很踏实的 对现在 过去啊 我什么都 都没有 未来我什么都不需要 现在 我 什么都不是 I am nobody I am nothing 我谁都不是 我什么都不是 这么一来 这种生命 他就本身 就带来一个力道 一个力量 已经在跟生命啊 在表达我 最深 我可以臣服 到底 我在空间 层面 我完全我可以 适应 我可以知道 生命什么都 不需要飞的是什么 一切都好 Everything's okay 样样我都可以 接受 样样都好 我样样 跟着 让生命带着我做 因为 不是我需要做 因为我可以做 然后同时 可以在时间的层面 时间的走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个走 我都可以做臣服 这样子 我们才有资格 真正的 从早上照镜子 就可以活出来 这是在的瑜伽 那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起步 起发 那就这样子 你到 早餐 你散步啊 上班啊 上学啊 你都可以选择 一个不同的路 本来在路上 从来不跟别人打招呼 现在也可以跟人家 笑一下 那个笑容 也可以出来啊 那 你到办公室 到学校 也可以跟人家打招呼啊 你本来要坐电梯 你可以走楼梯啊 你每一个动作 点点滴滴的 你本来是很小气啊 可以很大方啊 一个铅笔 都可以送给别人了 你过去用的衣服 用不了的 你可以送给别人了 既然你什么都不需要 你还需要累积什么 你还有什么东西 舍不得放手 拿出去 这就让能量了 能量的流 所以这个 我们在练习 也在讲 这个能量的交流 能量的这个互动 把能量 自己的能量 也交给周边 比如说床啊 地板啊 地毯啊 对不对 我们几十天 我都带着大家 其实也是这个道理啊 你全部可以交换 可以送出去 而且这种交换是one way 你根本不需要期待 有什么回收回馈 那你不用担心 能量自然会回到你 自然会帮你 晒得满满的 帮你把满充满 假如你舍不得 首先你第一个动作 你做不了 我讲很坦白 就像一杯子水 是满满的 你就想灌水 你也灌不进去嘛 所以啊 这个交换能量 那用能量 瑜伽 用观想啊 再把能量带到身体 把光啊 我们也用光 我们用水的声音 我们用火啊 用各式各样的 只要我们这个人间 有一个 有个课题 有任何一个 一个角落 有什么东西 有什么 可以想起来的 一件事 一个印象 你发现这几十天 我都可以把它当作工具 让它透过这个工具 眼前的工具 心里的 心中的一个工具 把它做个回转 回转到 你真正自己 让你体会 就是工具本身的内容 长什么样子 大小 或是出造 维系 等 全部都不重要 重要是这个过程 这个经过 这个process 这个你懂了 这个process 这个过程 利用任何东西 我们首先集中 注意在这个东西 然后接下来 做个回转 回转到你真正的自己 你看我这样子解释 你是不是 有可能体会不同 所以这几十天 你看我们 非常enjoy 我们也可以用asana 就是瑜伽的一些知识 对不对 我请 特别请 穆昌泰老师 跟宜君 带一些这个运动 一些知识 一些拉伸 比如说这个 深蹲 就很多很重要的 这些运动 从我的看法 它一方面也是健身 一方面又是拉伸 又是帮我们 再调整脊椎 帮我们结构 我们结构 所以在调整 透过这些运动 假如你做对了 对不对 像我们asana 一个知识 怎么去面对这知识 我们是很容易 从这个身体 慢慢的转到 一个膨胀 让这个身体膨胀 膨胀到宇宙 膨胀到无限大 然后从无限大 再回转 看到这个肉体 看到这个小我 再慢慢的 回到这身体 你不要小看 我们用这种 不断的 重复的练习 不是不觉 你发现 你对这个世界 看法已经不一样 是点倒的看法 过去啊 你以为 只有这个肉体 身心 其实就是念头 或者身体 你先发现 它好多层面 你在存在 你这有存有 透过每一个层面 你都在体会到 什么叫做膨胀 什么叫做整体 什么叫做宇宙的意思 什么叫做 非个人的 一个层面 那这样子啊 一个人 从各层面组合的 而同时用各层面 在体会到 这个生命 会远远的不同 你看一个人啊 我这里啊 给你一个大的 一个机密 他就是 突然醒过来了 在理论上 醒过来啊 你想到 接下来啊 他身体啊 跟不上来 在好多这些体啊 感受体 跟不上来 还是有过去啊 有带来的一些 prarabdha karma 随半夜啊 跟着你走啊 你来了这一生 当然是 业力组合的嘛 他跟着你走啊 你突然醒过来 在某一个层面 你贯通了 但是在身体的层面 还跟不上来啊 你要可怜着身体啊 你就是醒觉 这里 现在醒过来了 你还是要进行 我们这讲的 在的瑜伽 让你整个 带的整体 在领悟 你前面 稍微有眨了一眼 或者给你看了一眼 的这种 这种领悟 或是这种体悟 那我们在的瑜伽 是干脆 是点倒的 什么意思 就是干脆 把你当作最成熟的人 这个 妙 圣词 这个 Noble Wisdom 弥勒佛 基督的大法门 本来也就是帮你 当作最成熟的人 最终的领悟的 一些观念 把这些观念 带到前面 然后 不去区隔 你成熟不成熟 就帮你当作 已经在一个最后的一个阶段 这样子进行 你也听过我这么说 对不对 再对瑜伽 不是一样 引经帮你当作 假设 一个 前提的一个 假设嘛 根本的一种 假设 认为你 已经见到 所以现在 你要带着这个身体 身心 带着你的 不光是肉体 不光是这个念头 你的感受 情绪体 你的光 全部你的气体 从最细到最粗糙的体 要一起做一个转变 也只有这样子 你才会体会到 就过去古人 大圣人所讲的 Transformation Transfiguration And Transmutation 转化 转化 意识的转化 理解的转化 形变 Transfiguration 身心 侧侧地底 在转变 到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部位 在形变 然后 Transmutation 连你的DNA 你的整个 Morphogenetic field 你的形状 形成场 连你的 最根本的 你的本质 都在跟着改 你已经建立了 一个神圣的空间 而接下来是 这个神圣的空间 带着你走下去 不晓得 你听着这些话 可不可以信得过去 可不可以产生 坚定性 说这一生 你非要 把这个 把我这里所讲的 你 验证 或是推翻 假如你不经手 去执行 去试 去参通 你怎么知道 是对的 还是不对的 你看你有没有 这个 坚定性 摇不动的 坚定性 感谢你们宣伤 感谢观看